沒有疑問的嘛 是不是 對啊 沒有疑問第一個 張靜雯 是不是大家沒意義 沒意義就那個了吧 只是他可能再走下去的機率不高 比較辛苦 然後接下來看就是 有票數的一個是 上面資賢 跟莊玉凡 那除了有票數之外 其他還有 大家覺得 要列入官場裡面嗎 其他我覺得是還好 都還好 其他我覺得是還好 雖然有給一票 就說他今天的表現沒有特別好 那待會兒我就給他一個 但是統計下來他其實沒有答案 那我們是不是就討論資賢跟莊玉凡 也是綜合 這個反常很大 天人交戰啊 比如說凱哲前兩集他的記錄 凱哲前兩集他有 就是說前兩集他是有被列於觀察區的 那今天沒有 今天表現很好 那前面那兩個要考慮 那你現在要選要淘汰兩個是 第二個到底是哪一個 對 是有觀察過還是沒觀察過 所以應該這樣講 不好意思 所以可能列入我們現在討論 應該是這個 這個跟這個 是不是 對 可以這麼做 是不是 沒有錯 就是你們這三個到底要哪一個 快一點這樣比較近 因為我覺得他是全能歌手 其實不能夠只是以歌聲來去 就是給他打分數 還是歌手 對 因為歌手有很多種歌手 很多類型的歌手 他是屬於那種表演師的歌手 這就是天人交戰啊 對 這個我們要往下走的話 對不對 可是我能不能再加助一個 一點點討論 因為是非常關鍵 一旦淘汰就回不來 王彥堂要不要再討論一下 他唱那個勇邦的歌 他整個表演 他以歌聲來講 沒有絕對的打動 再來就是 那個所謂情境的那個 表演的程度 說實在的整個 我覺得他太平 我覺得就是沒有動容到 包括可能觀眾我也 我覺得他 因為他其實可塑性蠻高的 這個歌我覺得他挑的太平淡了 所以他沒有很有特色 你看他前面唱那個 閩南語歌啊 還有那個 他第二次唱的那個歌 我都覺得挺好的 但這個歌我就覺得他 他沒有挑的很好 而且他是以純粹歌聲的表情 對他是成歌聲 沒有其他一項才藝 對 那莊玉芬呢 這位也是 差不多 就莊玉芬 他本身 因為我們現在 他的這個 被財意顯現 基本上我們希望他留下來 對 那要誰走 對 我建議是他 雖然我很喜歡他今天的表現 但畢竟前兩場 他的注記 他都已經被禁警告 你知道他很厲害 這是合理 你說他或他 對我來說 今天精彩的是他 他真的發善可塵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有進步 我也不確定 但他前兩次都沒有被警告 所以我說我們要一個邏輯說法 我的建議就是 留他 留他 他先奧 我們是不是有敗部復活賽 有 那是後面的嗎 不一定吧 這是我心中的遺珠 我希望有機會 有一天他可以 就這樣 我覺得這樣可能 這是我的建議 中規節目的機制上來講 已經有兩次觀察區 本來就是一個注記在 他的成績裡面 對 對莊一帆比較不公平 他沒有注記 我覺得 你前面有觀察區 就是要給他變成是一個後分 這樣才合理 那麽你前面兩次觀察 還是要觀察區 就沒有意義了 對沒有意義了 他還是要列入幾個 那個有一個觀察 有五個投給他 這個自然 對 無懸念 那個沒有懸念